國中今天是再度釋出了金門守軍 反制無人機的畫面 有學者和專家認為 這是對於中國的認知戰反制 而至於中國廈門因為舉行了 國際投資會議 所以從三號到十二號期間 是禁止飛無人機的 警方部也證實在三號和四號 都沒有接貨對岸無人機靠近金門的同胞 哨兵發現無人機接近烈雨 立刻通報 人員立刻帶著干擾槍 與步槍進入陣地 對準目標物 準備反制 面對中共無人機侵擾防區 國軍會依照程序應除 並用干擾槍 防衛射擊 及信號彈試警等強力的反制 維護安全 這次軍方提供的影像 除了干擾槍 也有防衛射擊的步槍 不但裝滿實彈 還更換彈匣 套路強力反制的能力和決心 也兼具對內對外效果 如果說他今天只能夠拍到 從他起飛 然後到我們這個陣地附近 然後就因為干擾而掉下來 這樣的畫面對他來講 可能也不符合他的這樣一個需求 跟想法 透過這樣一個無人機干擾槍 跟這樣的影片 向對方傳遞 我方已經有應對 他們這樣一個狀況的 這樣一個能力跟作為 另外中國廈門公安局 三號公告 由於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 將在廈門舉行 當地三號到十二號之間 未經同意淨飛無人機 違法將追究刑事責任 警方部證實九月三號以來 沒再發現有中國無人機飛向金門 也讓這波外島反制無人機危機 暫時平息 謝謝張熊 陳立峰 台北報導